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我是六三角 今天我們會討論乘防研究科技 上次我所說,由一階升到二階升幅會大一點 但其實不是的,只是由一階升到二階升幅會大 現在你會看到由一階升到二階升到二階升 都是加了0.8秒傷和9的生命值 時間是減低了12小時,上次的時間是16小時 而且用的錢也是減低了 現在我直接加速看看下一個是怎樣 40多秒,我們可以先看看其他 因為升級要求的升級升級,現在要75 其實我想很快我都會不夠,因為我這個帳戶有194個城 如果他這樣升,我可能都可以升到多久 但因為戰塔其實我沒有本物,我根本不需要用它 但因為戰塔最多戰塔,感覺上升它是最划算的 因為其他這些上升,但要先升研究院 研究院需要很多天,當然最厲害的就是這些 但不會升得太多級,因為沒有那麼多材料 以及那些要用寶珠 或者我看看遲些合到什麼城防寶物 所以我就專門去做這件事 但現在這個弓線塔也做完了 下一級也是一樣,都是升0.8 以及加9個生命值 因為要14小時,已經要80個城 看來每升一級就加5個城 我還可以升到很多級 但材料,那些石頭 它已經要12個,我已經不太多了 因為這塊石頭是用得多於那塊木 是雙倍的那塊木 即是代表,如果我真的要繼續升 我會不斷抽這個東西 然後它送給你那些,石頭就送8 木就送6 就算你抽到石頭,也不是 平均每次抽一次石頭,抽一次木 都不夠升那塊東西 何況我現在抽幾個抽不到石頭 那我試試看,我照升這個 所以現在我會只會升弓箭塔 都是因為要儲存這個材料 其實它20萬一次薪 就不是太多 但因為它一天給你抽15次 即是你一天可以放300萬薪 這個東西 其實300萬薪 如果你們打的話也不太多 也很快有 但是因為你薪,你還有其他用的 你自己有很多建築物都是用量 即是我這些其實都還未... 我連這個演武場都還未升的話 那幾十萬薪都是幾多的東西 那不會不斷升 升這座東西也是要量 所以都是抽一下這些 現在抽了幾次 看看會不會抽到石頭 你最想要最便宜的東西 終於抽到了 那就再抽一次 都是木板的 那抽很多木板 那現在看看 有沒有可以看看 那裡一看我有多少個 什麼呢 這裡可以看看 現在有很多塊木板 那顆綠色的東西 一定要抽到天獅 這個才有 它開始送了幾顆給你的 那我現在可以抽了一次 抽到那顆綠色玉 那綠色玉應該是最寶貴的 那我有一段時間都不會用到 都是儲存的 因為它只是用來升 這兩個 最後這兩個 要研究院五級才有的 那或者可以升一下研究院 那這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